这是一部前奏一响 就能让人梦回三十年的电视剧 当年那个率性洒脱 笑起来眉眼弯弯的女孩 是谁的梦中情人 那个不尽人意的结局 又是谁的一难评 丽香初见丸智时 是在人潮拥挤的车站 她高高举着名牌 大声呼喊着丸智的名字 由于丸智与丸子同音 丽香调皮地给丸智取了个外号丸子 丸智从小城镇出来东京 人生地不熟 有些丧气不安 身为同事的丽香开导她 正是前景不确定 才更要打起精神 安顿好工作 丽香带着丸智吃午饭 两人抛开工作谈起生活 丸智无意间提到 自己有个暗恋五年的女孩 可惜没等开口就已经结束 丽香有些替她惋惜 如果能顺利交往 一定是一段家偶天成的好姻缘 晚上丸智去参加同学聚会 人还没到齐 她一直东张西望 眼神直戳门口 直到一个女孩走了进来 丸智终于露出一丝笑容 慌忙打招呼 将身边的座位腾了出来 邀请李美过来坐 可李美连一个眼神都没舍得递给她 直接坐在了女同学旁边 丸智失落了一秒 很快调整情绪 能再见就很好了 李美似乎也心神不明 时不时望向门口 她也有要等的人 果然 同学三上的到来 打破了李美的坐立难安 李美看向三上的眼神 分明是说不清到不明的暧昧 然而三上身后 居然跟着一个热情洒脱的女孩 丸智听到熟悉的声音 下意识抬头望去 居然是同事丽香 原来三上在来的路上 不慎撞倒了丽香 两人结缘 便带着丽香一起来聚会 丽香虽然看上去大大咧咧 但心思非常细腻 一眼看出 李美就是丸智暗恋五年未开口的人 可李美却对三上情有独钟 然而三上是个花花公子 万花丛中过 朵朵都留情 可惜身在其中的丸智 愣是没看出其中猫腻 为了帮丸智 丽香要来了李美的电话号 然后将字条偷偷塞给丸智 这一招果然奏小 当天夜里 丸智便约了李美第二天见面 她暗自下决心 这次一定要表白 将堵在心口的爱意说个清楚 不巧的是 同一时间三上也约了李美 到了约定的时间 丸智在原地左等右等 好不容易等来了李美 身边却跟了个三上 有这么个电灯泡在 丸智的计划彻底被打乱 三人行 无论是爱情还是友情 都显得十分拥挤 丸智强颜欢笑 可内心的刚大怎么也掩盖不住 幸好突然响起的传呼声拯救了她 公司发布会在即 负责送材料的同事出了事故 丽香联系丸智 要她赶紧替同事将材料送过去 丸智松了口气 本来想走 三上却说让她快去快回 他们会等她回来 丸智紧赶慢赶 终于将材料送到了丽香手上 两人忙完工作 丸智才想起来李美和三上还在等自己 为了缓解尴尬 丸智带着丽香一起折返回去 隔着一条马路 却看到李美和三上拥吻在一起 丸智顿时心灰意冷 一个是自己惦念了五年的女人 一个是至交好友 她一时间无法接受 只好转头逃避 一旁的丽香不知该如何安慰失落的丸智 灵机一动 踢翻了路边的垃圾桶 散落的垃圾像一地的心事 趁管理员赶来前 丽香拉着丸智逃离了这里 两人一路狂奔 一直跑出很远才停下 在丽香的安慰下 丸智逐渐放开刚刚的心事 从第一次见面 到此刻的守护 丽香似乎永远站在她的身边 丸智莫名有些心动 分别时 两人有些恋恋不舍 嘴上说着再见 可谁也不肯先行转头离开 最后两人决定一起转身 分头回家 丸智转身走了几步 停了下来 猛然回头 丽香一直停在原地 停顿片刻 丽香飞奔扑进丸智怀里 在她耳边轻声说了句 我喜欢你 可惜 木讷的丸智 完全没有听清女孩的表白 愣神之际 丽香在她脸上留下一眉吻 蹦蹦跳跳地跑开 第二天 丸智在上班路上偶遇丽香 想起昨晚那个暧昧不清的吻 丸智有些脸红 但鱼目脑袋的她 彻底忽略了丽香的爱意 将那美吻 当作了丽香的安慰 而她心里最重要的人 自始至终都是李美 由于丸智昨晚爽约 三上赶来询问 可三上吻向李美的场景 总是营绕在丸智心头 夺妻之恨啊 怎能说忘就忘 于是 丸智对待三上的态度冷淡了很多 三上纳闷 这小子今天吃枪药了 丽香默默注视着一切 等丸智离开后 她告诉三上 昨天晚上丸智并未施约 只是看到了不该看的提前离开 三上有些愧疚 决定和丸智说清楚 虽然她昨天吻了李美 但李美并未答应和她交往 所以丸智还有机会 晚上 三上带着丽香亲自上门解释 有些玩味地告诉丸智 自己对李美只是一时兴起 根本没有真感情 丸智顿时愤怒 自己珍视的女神 在别人眼里居然只是感情消遣 兄弟两人剑拔弩张 还好 丽香机智化解了紧张的气氛 临走时 丽香递给丸智两张冰球比赛的门票 原本 这是丽香给自己准备的 现在看来 已经没有必要 丸智顺理成章地约到了李美 却在比赛现场偶遇丽香 又是一场三人行 看完比赛 三人一起吃了大餐 期间嘴欠的丸智 提起丽香和上司的关系不一般 整个公司都在疯传两人有一腿 原本洒脱的丽香 并不在乎这些留言 可此话从丸智口中说出 便是严重的不信任 这是丽香第一次对丸智发火 冰凉的水直接泼在他脸上起身离开 回家后 失落的丽香 一直找事情让自己平静下来 他在等丸智的道歉电话 电话却从未响起 此时的丸智已经完全沦入李美的温柔里 他壮起胆色 终于将憋在心里五年的爱意说出口 可李美没有即刻答应 只是承诺会认真考虑 尽管如此 丸智还是激动的像个孩子 无处安放的手 很想将李美揽在怀里 但发于情止于理 他还是收了回去 有人欢喜有人愁 丽香久久没有等来丸智的道歉 难免有些怨气 上班时 故意给丸智安排了做不完的工作 甚至假装失手 将电脑数据全部删除 悲催得丸智只能加班加点地重做 直到半夜还没完工 上司发现丸智加班到深夜 便同他聊了起来 交谈间 丸智才得知 公司里的留言纯属子虚乌有 上司和丸智之间清清白白 是自己亲信谣言伤害了丸智 其实丸智也对自己的任性很后悔 见到丸智独自加班 有些于心不忍 但他并没有低头 只是默默帮丸智完成了所有工作 丸智看到整齐划一的数据后 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丸智 为了表达谢意和歉意 丸智邀请丸智共进晚餐 两人约定下班后 在餐厅不见不散 然而丸智刚约完丸智 便接到李美的电话 李美原本对丸智的表白十分犹豫 回家后专程给三上打去电话 本想以丸智的表白试探三上的真心 不料三上满不在乎 于是李美一气之下 决定接受丸智 并约丸智晚上见面聊聊 丸智顿时把和丸智的约定抛到脑后 激动地答应了李美的邀约 丸智忙完工作后 火急火燎地敢去赴约 可在餐厅整整等了半晚都没见到丸智 此时的丸智正在和李美谈笑风生 两人有说有笑 可只要提到三上 李美总是眼神带伤嘴角带笑 尽管丸智目睹也能看得出 李美真正在意的人是三上 并非自己 于是草草结束了约会 自己跑去酒吧借酒消愁 就在他谦卑难解一筹时 被同事撞了个正着 同事告诉丸智 丸智还在餐厅等他 丸智如梦初醒 急匆匆地朝丸智胆去 但餐厅已经打烊 丸智独自站在雨夜中不肯离开 他丸智约定不见不散 只要没见到面 他就坚信丸智一定会赶来 果然 丸智虽然迟到了很久 但冒雨朝他飞奔而来 丸智没有抱怨也没有撒婆 只是将头轻轻埋在丸智怀里 丸智太累了 不只是这场被割了的约会 更是他暗恋丸智 自始至终都没得到回应 说完 丸智拖着疲惫转身走入雨夜 经过一晚的休息 丸智将心事小心珍藏 第二天 他又是那个阳光活泼的小精灵 像个没事人一样 照常和丸智打招呼 丸智一头雾水 他以为丸智会生气会吵闹 可就是没想到 丸智居然没埋怨他一丝一嚎 甚至想方设法地讨他开心 丸智因放弃了李美 整个人都无精打采 他知道李美心有所属 又不愿委屈自己 成为别人的替代品 矛盾纠结下 丸智整天黑着一张脸 丸智理解丸智的痛苦无奈 他试图替丸智排忧解难 但被丸智不耐烦地撵开 丸智并未气馁 他深知丸智会在晚上辗转难眠 于是特意打去电话开导安慰 丸智一边喝酒一边吐苦水 他与李美只差临门一脚 却卡在了关键时刻 丸智却说出了一句治理名言 丸智是在宽慰丸智 同时也在总结自己 他爱丸智 这份爱从初见那天开始 越来越浓从未消散 即便不在一起 他也愿意为了丸智付出一切 在丸智的陪伴下 丸智逐渐走出失恋阴影 直到他在酒吧偶遇三上 那股促进再次涌上心头 三上风流成性 身边女友不断 一三五玉姐 二四六甜妹 丸智替李美不值 女神怎么都喜欢花花公子 丸智希望 三上能和其他女友断绝关系 全心全意指爱李美 三上断然拒绝 他不可能因为一朵花 放弃整座花圃 两人不欢而散 回去的路上 丸智一直搭拉着脸 丸智见他忧心忡忡 便故意搞乖逗他开心 不得不说 丸智还得丸智来治 趁丸智有所放松 丸智终于开口 邀他去家里做作 丸智的家并不大 突然多了一个人 显得有些拥挤 笨手笨脚的丸智不慎 打翻了丸智的拼图 丸智只好重新拼 丸智守在一旁满脸幸福 果然情人眼里出西施 不论丸智做什么 在他眼里都是独一无二的帅 拼到最后 丸智发现少了一块拼图 东翻西找都没找到 美好总有缺憾 是拼图不完整的缺憾 也是丸智的缺憾 就像他未能和李美在一起 也是一种缺憾 而李美却转身投向三上的怀抱 自从上次丸智点醒了三上 他便当着李美的面 将所有女友的联系方式 烧了个干净 发誓以后只对李美一人动心 李美当场被打动 不顾三上是否是真系假作 两人发展迅速 当天便同请共眠 第二天一早 三上炫耀般地 拨通了丸智的电话 丸智根本没勇气听完 赶紧扣下电话 他还没从巨大的信息量里抽离思绪 同事跑来告诉他 丸智出事了 丸智急匆匆地赶了过去 正巧看到丸智甩了同事一大巴掌 丸智不分青红皂白 追着丸智要求他去向同事道歉 甚至打着对丸智好的旗号大吼大叫 丸智并未回应 头也不回地下楼离开 上司得知后特意赶来解决此事 同事低声下气地接受批评 临走时 还向丸智道了歉 这给丸智整不会了 上司见丸智一脸猛 告诉他 丸智是因为保护他才和同事发生争执 因为同事背后说丸智坏话 丸智才大发脾气 在众人面前维护丸智 丸智微微一正 瞧瞧自己刚才干了什么荒唐事 晚上同事都走光了 丸智才想起下班回家 伸手掏兜 发现了那块拼图 他拿着拼图 不知不觉地走向了丸智家 两人在楼下相遇 四目相对间 似乎化解了一切误会 丸智默不作声地上拼图 并为今天的鲁莽真诚地道了歉 叶一声 丸智准备回家 丸智却在背后叫住了他 丸智整整表演了一晚的后空翻 第二天 丸智神清气爽 丸智倒是有些闷闷不乐 因为一时冲动 丸智心生后悔 他不敢面对丸智 更不敢面对昨晚发生的一切 丸智看出丸智的纠结 为了不让他耿耿于怀 主动撇清关系 老实的丸智居然信以为真 却不知丸智心如刀脚 上次为了磨练丸智 交给他一项任务 将公司生产的运动鞋 推销给超市上架 然而丸智费尽口舌 都没能打动经理 就在他失落之际 经理突然松口 让他下次再来时 戴上丸智小姐 经理的无心之言 却让丸智响如飞飞 难道丸智和经理有特殊关系 晚上满脑子问号的丸智 根本无心睡眠 终于忍不住拨通了丸智的电话 犹豫地开口询问 是否认识超市经理 单纯的丸智没能听懂丸智的话外音 下意识地点头回应 丸智以为丸智是在请自己帮忙 第二天 超市经理爽快地答应了合作 丸智有些意外 连忙鞠躬道谢 没想到经理却称 是丸智从中牵线 他才同意与丸智合作 这让丸智更加确定 丸智一定与经理 有着不清不楚的关系 可怜的丸智出手帮忙 反遭误会 他一切以丸智为主 事事替他着想 却不知自己在丸智心里 只是个水性洋花为了丸 可以牺牲自己的女人 这天 三上邀请丸智吃晚饭 说是吃饭 其实就是为了在他面前秀恩爱 为避免丸智不自在 丸智主动请英陪他一起去 期间 三上故意称自己和李美已经同居 尽管丸智尽力掩饰 可还是流露出些许失落 丸智健壮 急忙表示自己和丸智同样进展顺利 不料这句话触及到了丸智的逆龄 不顾丸智的尴尬 即刻与他撇清了关系 丸智的一句话将丸智推入深渊 在煎熬中度过一整晚 回家的路上 丸智也意识到了自己的过分 主动向丸智道歉 丸智深知丸智心里还装着李美 为了不增添她的负担 故作轻松地说 昨晚是自己一时心烦 才做了不该做的事 丸智顿时放下一块石头 以为丸智真的很随便 甚至随便到依靠身体维护客户关系 丸智先是一愣 不可置信地看着丸智 他不敢相信 自己深爱的男人 居然能说出如此伤人心的话 绝望之余 丸智带着心痛向丸智说了再见 这次 他是真的伤透了心 决定放下这个不解风情的男人 丸智却后知后觉 和超市经理交接工作时才得知 丸智根本没做任何出格的事 就连经理想和他喝杯酒 都被断然拒绝 他心里只有自己排第一 丸智得知自己误会了丸智 便急匆匆赶回公司准备道歉 可同事告诉他 丸智出差了 每个十天半个月回不来 丸智不在的这段时间 丸智拼命工作试图麻痹自己 可他早已习惯丸智的陪伴 没有他 丸智似乎被抽走了灵魂 发呆时想的是丸智 聚餐时想的还是丸智 就连深夜回家也时刻注意电话铃声 可惜那个眉眼弯弯的女孩 像是消失一般 没再联系丸智 丸智苦等多天 终于等到了丸智 但丸智态度大变 完全将丸智当作了透明人 他不再是他的开心果 也不再是他的姐们神奇 就连给同事带的礼物 都没他的那份 丸智懊悔地回到宫位 突然发现桌子底下放着保温盒 里面是个可爱的雪人 上面写着丸子两字 丸智突然释然 他知道这是丽香对自己的爱称 他还没放弃自己 深夜 丸智拨通了丽香的电话 两人久久没有出声 最终丸智打破了沉默 白胎 丸智等待已久的丽香终于回来了 他还是从前那般活泼可爱 笑起来眉眼弯弯 他的手腕上 还带着丸智丢在他家的表 他对他的爱丝毫未解 即便背负误解嫌弃 他都没想过真正的放弃 而丸智也总算看清自己的心 主动吻上丽香 两人在星夜灯火中相互表白 终于走到了一起 自从丸智和丽香在一起后 两人生活甜度超标 丸智憨厚老实 丽香活泼可爱 两人相互弥补羡煞旁人 反观三上和李美 倒是不尽人意 三上虽然选择了李美 可本性花心的他 根本没将所有心思 放在李美一人身上 不但整日和同事上子眉来眼去 甚至被女人追上门 李美满腹委屈无人诉说 只能打电话向丸智倾诉 不得不说李美有点绿茶 丸智现在爱情美满生活幸福 他非得横插一杠 所幸丽香善解人意 没有争风吃醋 可三上不知收敛 继续和上子纠缠不清 就在两人谈笑风生之际 被赶来的李美抓了个正着 李美有些绝望 他苦心对待的男人 居然将自己骗得团团转 三上的解释 显得尤为苍白 李美甚至没听他狡辩完 便转身离开 现在他才意识到丸智的好 起码丸智从未欺骗过他 每次遇到烦心事 也都是丸智为他排忧解难 这次李美又毫无例外地 找丸智诉苦 两人在街头碰面 恰好被丽香看到 今天是丸智的生日 丽香早早下班 买好蛋糕准备和丸智 共度二人世界 可偏偏李美冒了出来 丽香没有上前打扰 独自回家准备生日宴 他知道丸智一定会回到自己身边 而被李美截胡的丸智 也是如坐针毡 一心想着回家见丽香 可李美一副柔弱无骨 大受委屈的样子 实在让人走不开 李美半开玩笑地调侃 幸好丸智保留底线 没有回应李美的表白 他清楚 李美只是和三上暂时闹矛盾 而且自己已经和丽香开始新生活 绝对不能开小差 于是急匆匆地起身离开 一路狂奔回到家 可家里漆黑一片 餐桌摆着大餐 却不见丽香的身影 丸智以为丽香生气离开 突然 丽香只想和丸智过个生日 他没有提及李美的事情 只希望丸智主动给自己个解释 可万万没想到丸智居然选择了撒谎 丽香一时委屈 夺门跑了出去 丸智追上去试图解释 可他的解释 同样苍白无力 丽香一直以为自己和丸智相互信任 不料坚不可摧的信任 也抵不上李美的突然出现 整整一晚 丸智忐忑不安 不知如何求得丽香的原谅 正当她为此为难时 丽香却主动选择原谅 她不再追究昨天的一切 甚至主动向丸智施爱 丸智并不是不会吃醋生气 而是比起闹脾气 她选择了爱与信任 经过小摩擦 两人终于放下隔阂重归于后 可刚没热乎一秒 丸智又接到李美生病住院的消息 这次丸智终于涨心了 带着丽香一起去看望李美 病房里三上正在陪床 四人经久畏惧 有说有笑 丽香为了烘托气氛 对李美思自约会完之的事情 只字未提 就在这时 上子手捧鲜花不请自来 情敌见面分外眼红 李美顿时脸色大变 不过上子并无恶意 她特意向李美解释 自己和三上只是同事关系 而且自己已经订婚 三上微微吃惊 在此之前她根本不知道上子婚期将近 为了掩饰尴尬 只能顺坡下驴 李美忍不住弯了三上一眼 这不是此地无垠三百两 越描越黑 越解释越有猫腻吗 但李美还是选择了原谅 这是给三上机会 也是给自己机会 女人的第六感向来准得要命 尽管三上尽心尽力地照顾着李美 也发誓不再和上子有来往 可李美心里总觉着两人关系不一般 就连旁观者立香也嗅到不对劲 果然李美的病情刚刚稳定 三上便违背诺言再次和上子见面 上子一脸忧郁地向三上诉苦 她确实已经订婚 婚期将至 但这场婚姻是父母包办 并不是自己的选择 其实在三上的长期聊拨下 上子已经动心 奈何自己即将结婚 三上也情有所属 上子只能把这份情意深埋心底 分别时 上子再也无法抑制自己的心 主动走向三上 她告诉三上 自己根本不爱未婚服 也不满意这场婚姻 她在等待有个人能占据自己的心 而这个人就是三上 三上似乎也被打动 两人在路边紧紧相拥 这一幕 正巧被赶来的李美看在眼里 李美心灰意冷 满腹委屈地她再次想起丸志 一通电话打了过去寻求安慰 丸志下班回到家 听到李美的留言 想都没想直接赶了过去 然而留言同样被立香听到 李美柔弱无助的声音确实令人心疼 她字字没有提分手 却句句充满绝望惹人难过 立香没有继续听下去 她知道丸志一定和李美在一起 李美就像一根刺 总是横在她与丸志之间 平日里相安无事 只要稍有波动 定会影响丸志的心 立香不愿独守空房 本打算收拾东西离开 可转念一想 她必须勇敢直面这段关系 也必须听听丸志的解释 无聊间 立香拿出了丸志的老照片 那是丸志出生成长的地方 也是立香心心念念想去的地方 丸志曾承诺 要带立香回家乡 看看过去读书的学校 瞧瞧她曾刻下名字的柱子 立香也憧憬 要在丸志的名字旁刻下自己的名字 让时间见证他们的爱情 然而此刻的丸志 却陪在另一个女人身边 李美向丸志诉苦 亲眼目睹三上和尚子拥抱在一起 李美满眼后悔 悔不该当初选择三上放弃丸志 丸志没有正面回应 更没办法做出选择 她知道立香还在家里等她 果然心不在焉的立香打碎了咖啡杯 正要收拾时 丸志赶了回来 这次她没有撒谎 坦白地与李美见面 立香心头一颤 其实比起丸志说实话 她更愿意无所知 为了缓和两人关系 立香主动提起要去丸志家乡看看 丸志却百般推托 今天有事明天加班 就是不肯带立香回家 立香情急之下 私自替丸志签了请假条 不料引来丸志的不满 严肃地训斥了立香 两人因此大吵一架不欢而散 丸志冷落了立香 却对李美的感情十分上心 并约了三上 试图劝说三上浪子回头 别再沾花惹草伤害李美 可三上根本听不进去 甚至都不愿编个理由哄哄李美 丸志被三上玩世不恭的态度激怒 兄弟两人在酒吧大打出手 一人一拳毫不手软 冷静后 三上决定等李美消气了 便回去赔李道歉 但李美已经对他死心 决定彻底分手 李美将分手的想法告诉了立香 立香眼里饱含同情 心里却生起一丝酸楚 他已经察觉到 李美与三上的结束 也预示着自己和丸志的结束 他明白 李美在丸志心里 一直占据极其重要的位置 一旦李美单身 丸志很难不会无动于衷 所以立香一直闹着要去丸志老家 他想在两人分开前完成心愿 可惜丸志没察觉到立香的不对劲 他不愿浪费时间 带立香回到那个鸟不拉屎的地方 并提出去游乐园 来抵消曾经的承诺 立香心情跌入谷底 晚上和闺蜜去酒吧消遣 偶遇了借酒消愁的三上 原来李美已经正式向他提出分手 即便三上苦苦挽留 李美还是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开 善良的立香不忍两人痛苦 于是打电话通知丸志 让他抽时间陪陪李美 顺便开解开解他 让他早日走出失恋 而自己则留在酒吧安慰三上 两人分手四人操心 尤其是立香 他考虑到了所有人 李美、三上以及丸志 他怕他们徘徊在痛苦中 所以牺牲了自己 三上看出了立香的良苦用心 如果她是丸志 定不会放弃如此美好的女孩 可惜丸志不是三上 为了安抚李美 他彻底忽略了立香的感受 晚上丸志接到三上的电话 经过立香的安慰 三上已经提起些许精神 他嘱咐丸志 一定要好好珍惜立香 立香并没有看起来那么坚不可摧 他也有颗敏感脆弱的心 他所做的一切 都是因为深爱着丸志 丸志恍然大悟 原来他忽略了这么多 愧疚和难过涌上心头 为了完成心愿 立香早已准备好车票 他一直在等待丸志点头 可惜丸志一拖再拖 丸志再也按捺不住心里的冲动 冲下楼去迎接立香回家 终于 丸志等到了那个满眼都是自己的女孩 他将立香紧紧抱入怀中 这一秒 丸志再也不想和立香分开 然而李美的一次次出现 始终搅动着丸志的心 同学的婚礼上丸志在遇李美 昔日的同学都知道丸志曾暗恋李美 纷纷就是重提 气氛一下暧昧至极 李美看向丸志的眼神也多了些涟漪 丸志甘大的陪笑 却没有向众人解释自己也有女友 就连李美也不懂得避险 主动提出和丸志玩接吻游戏 随着两人越靠越近 丸志的心抑制不住地为李美而动 他彻底沉沦 整颗心都在李美身上 甚至走路都心不在焉 分别使丸志恋恋不舍 李美提出周末一起吃饭 丸志顿时乐开了花 随后李美又补充了一句 让他带上立香 丸志瞬间搭拉着脸 他只想和李美独处 多一个人都不行 更何况是立香 回到家 立香正在接听电话 丸志一脸不耐烦 故意调大电视音量已是不满 立香好脾气地示意他关掉电视 丸志始终板着脸 得知立香接了母亲的电话 他更是火冒三丈 命令立香以后不准再接家里的电话 立香不解 之前丸志从来不会因为这些小事生气 瞧瞧 立香有事不能早回家 丸志以为自己做得天衣无缝 不料立香接到了李美的电话 立香微微发愣 他没想到丸志再次欺骗了自己 立香发疯般找遍了公司 最终在公司门口瞥见丸志的身影 可等他追出去时 丸志早已消失不见 整个晚上立香一直闷闷不乐 其实他也面临着抉择 上司通知他 赴美工作的机会已经批准 一边是深造的大好时机 一边是他深爱的丸志 立香左右为难 但凡丸志可以全心全意地爱他 他都不会犹豫半分 可现在丸志一心二用 欺骗立香和李美玩得不亦乐乎 两人聊过去聊感情 李美被三上劈腿后 变得小心翼翼不再相信爱情 丸志看在眼里疼在心里 当即表白 好了 你两块原地结婚 别在乎害立香了 可怜的立香明明知道一切 还要装出一副 蒙在鼓里的样子 他想要一个解释 可偏偏丸志像是被毒雅了一般 连骗都懒得骗 立香绝望独自跑出家 丸志追上来试图挽留 可解释的话始终说不出口 立香询问他 为何要欺骗自己 与李美单独见面 火车轰鸣而过 立香最终没听到一句解释 但他还是决定给这段感情一个机会 于是拨通了丸志的电话 可里美翩翩也打了过来 听着嘟嘟的盲音 立香无助地走出了电话亭 可能这便是天意 缘分尽了 便是一路坎坷再也无法重归于后 对立香而言 丸志就是他的归宿 不论出国与否 他只想和丸志在一起 丸志却心生退缩 立香的爱太过热烈明媚 也太过沉重 丸志已经不堪重负 他不愿让立香困手一辈子 与其这样 不如还立香自由 让他去追寻属于自己的天地 曾经相爱的两人 已然走向不同的人生节点 丸志明知道立香在等待自己的挽留 可他偏偏要将立香往外推 失望之下 立香答应上司决定赴美工作 突然决绝的立香 令丸志有些失落 他本该感到轻松和庆幸 现在却是无比的怅然若失 就连和李美待在一起 心里想着的都是立香 比起丸志 勇敢主动的一直都是立香 临行前他又给了丸志一次机会 希望丸志可以挽留自己 可丸志再次选择了沉默 幸好三上是个明白人 劝说丸志 如果深爱立香 一定要好好珍惜 如果已经变心 就要及时解释清楚 省得三个人一起承受痛苦 丸志似乎被点醒 当天晚上约立香九点在商场见面 挽回的机会终于来了 立香激动万分 早早冲向约定地点等待丸志 可丸志出门时 却遇到了前来送东西的李美 李美知道丸志准备和立香复合 于是故意拖延时间 看着丸志着急忙慌的背影 她终于说出了心里话 丸志本想拒绝 她不愿继续伤害立香 可李美不依不饶一脸殷切地看着丸志 再次恳求她不要去见立香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最终过了约定时间 李美得偿所愿投入丸志怀抱 丸志原以为过了时间立香就会离开 自己再赶过去已经无济于事 可惜她不知 立香在寒风里等到商场关门人群散尽 都没有离开 她坚信她的丸子会风雨兼程地打来 就像上次与钟相遇一样 然而此刻丸志早已怀抱李美 逐渐放下了这段感情 立香裹紧大衣 她没给丸志打电话 默默接受了这个结果 或许这便是丸志的选择 有人被选 有人就被抛弃 而她偏是被抛弃的那个 第二天 丸志本想找立香解释清楚一切 可心灰意冷的立香 已经不想再听任何辩解 像陌生人一样 从丸志身边擦肩而过 丸志这才意识到 自己彻底伤害了立香 她已经不是那个一见自己就笑 整天喊着丸子眉眼弯弯的女孩了 丸志想要道歉 但立香根本不给她机会 只要两人单独相处 立香就会立刻逃走 其实立香只是不敢面对 她担心丸志提出分手 即便在痛苦中煎熬 即便对着电话发呆 她都不愿听到丸志提分手两次 但该来的总归躲不掉 在相守和放手之间 丸志最终选择了放手 她要给立香自由 可这并不是立香想要的 她不愿分手 即使前方刀山火海 她都想再闯一闯 立香明确地告诉丸志 自己不愿分手 带着绝望和痛苦 立香转身逃开 可感情从来都是两个人的事 丸志选择放开 立香即使继续坚持也无济于事 而最先转身的丸志 也经受着莫大的空虚与自责 李美正巧趁虚而入 打来了安慰电话 电话里丸志一吐而快 将自己与立香的相知相爱 全部说了出来 盘点过去 丸志才发现 立香对自己的爱 多么热烈而真挚 可惜 现在他们只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失恋后一阵汹涌而来 丸志气不成声 他还是搞丢了那个最爱他的人 次日 丸志照常去上班 本想着可以再见立香一面 上司却告诉他 立香推掉了出国工作的机会消失了 丸志焦急上火 恳求上司替立香保留机会 自己定会将立香找回来 但立香究竟去了哪里 丸志差点翻遍整个东京城 都没找到立香的踪迹 折腾了一天 丸志想起了自己的老家爱园 那里曾是立香最想去的地方 或许立香就在那里 丸志立刻赶了回去 拿着照片四处寻找立香的去向 可问遍了整个村子 仍旧没有立香的消息 最后 丸志来到自己的母校 打听了一圈 还是没人见过立香 丸志心灰意冷 难道是自己猜错了 就在这时 他想起那根客有自己名字的柱子 这是两人拉钩承诺过的事情 于是丸志朝那根柱子飞奔而去 果然 在他的名字旁多了赤名立香四个字 立香来了 他还是来了 可现在 他又在哪里 丸志几乎找遍每个角落 但始终不见立香 就在他将要放弃时 身后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 多希望时光停留在这一秒 可已经走散的人 怎么可能再走下去 爱园的风景很美 立香和丸志似乎回到了热恋期 两人走走逛逛 也算圆了立香最初的梦 他看向丸志的眼神 似乎有了之前的炙热和真诚 而丸志却在躲躲闪闪 立香像是抓住一根救命稻草 满怀一丝期待 试图替这份感情争取最后一次机会 分别时 立香给了丸志一个拥抱 称自己会在车站等他 希望下一班车到来之前 能等到他回心转意 这是立香的期待 也是他的告别 丸志在原地愣了许久 他无法看穿自己的内心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立香眼里也多了一份焦急 这时丸志才幡然醒悟 他不要放走立香 他要永远和立香在一起 于是起身拼命向车站奔去 可惜丸志晚了一步 立香已经坐着火车离开 只在风中留下一条手绢 火车上 立香紧握着丸志给的照片 往事历历在目 他们第一次过生日 第一次雪地拥抱 第一次月下亲吻 时光匆匆 甜蜜一刻似乎就在昨日 而今天他们却分道扬镳 任凭立香再坚强 此刻也忍不住眼泪汹涌 如果立香可以多等一刻钟 如果丸志能早明白自己的心意 那么两人就不会有那么多遗憾 可惜没有如果 立香走了 离开了东京彻底 从丸志的生活中消失 但他给丸志留下一封明信片 其实早在爱缘时 立香就料到 自己和丸志终有一别 所以留下了这封诀别信 他丝毫没有埋怨丸志 反而庆幸遇见了他 在立香心里 能够和丸志在一起 便是一生最大的幸福 而这一别竟是三年 再见立香 是在茫茫人海的大街上 丸志一眼认出了他 就在两人擦肩而过时 丸志喊出了那个久违的名字 这三年 丸志从小职员晋升到主管 立香也出落得更加成熟稳重 只是立香依旧独身一人 而丸志和李美戴上了结婚戒指 物是人非是是休 丸志看向两人的婚戒 眼神里多了一丝复杂的情绪 李美自知当年多有愧对立香 找了个借口先行离开 好让立香和丸志叙旧 时隔三年 两人再次来到当时恋爱约会的天台 吹着清风开着玩笑 立香的微笑一如当年 可丸志已经身为人夫 他小心翼翼地问起立香的感情 立香却表示 自己已经习惯一个人的生活 这句话犹如一把刀 不断绞通着丸志的心 他有负立香 却没有立场再去安慰他 丸志想与立香重建联系 可立香连个联系方式都没给他 若是有缘 就会像金月一样人海重逢 若是无缘 便是白头不相见 分别时 两人一如当年面对面道别 可谁也不肯率先转头离开 立香提议倒数一二三一起离开 三声结束 立香转头潇洒向前 丸志忍不住回头 却只看见立香决绝的背影 丸志有些失落默然转身 立香的笑容还是那么滋于温暖 不同的是 这次他不能再奔向丸志 只能转身走向属于自己的未来 正如那句话 缘起我在人群中看到你 缘灭我看到你在人群中 感谢观看